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就不念 你为什么会中断 那你就大错太错了 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真知道的人太少太少了 这个世界 整个社会都在动乱 灾难频繁 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 每一天都做我最后一天的想法 不想明天 没有明天 我在这个世间就到今天就结束了 那什么最重要呢 念佛最重要 劝人念佛最重要 除这个都不是要紧的事 都应当彻底放下 所以 这一句名号 你就晓得 名号展开 就是四十八月 这一句名号 总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展开就是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展开 就是大方广佛华严金 大方广佛华严金展开 就是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你看他的钢 你看他的钢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你才真正晓得明朝万德了 妙干那是 那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归 华严金 华严归无量寿 无量寿 归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归这一句佛号 那么如果再扩大 释迦摩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再扩大 就是摄方三世一切祝福 所说的无尽法门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就不念 你为什么会中断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真知道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们在看末后还有几句话 从有念巧入无念 既凡心断心断心果德 这话是真话了 凡夫成佛 用这个法门 快速 一生成就 简单 容易 稳当 可靠 再找这个法门 找不到了 末后他说 如苏朝云 廉耻大死的话 其助生于片眼 这个片眼就是名号 其是跟他们平等 助生是什么 四生也未发生大死 你用这一句佛号 就跟他平等了 真的 怎么知道是真的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越智菩萨 不就平等了吗 阿维越智菩萨 是四十一位 发生大死 月三起 月是超越 三起是三大阿森期节 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超过了 不必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生 往生极乐世界 就超过了 菩萨修三大阿森期节 极云极顿 至极之一 简单到极处 容易到极处 云极了 顿极了 这人生 文佛法 遇到这样的法门 真不容易 故知 发菩提心 异象专念 不但为本金之 刚宗 实亦为 一大藏教之智规 末会 觉得太好了 所以我们 修建宗的人 希望在这一生 当中成就 这八个字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要很深入的知道 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是一定要发 做佛的心 我这一生 要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 我要度众生 我要帮助一切 苦难众生 希望他们 都能成佛 跟我一样 你要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的愿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所以 他不但是 无量寿金的 刚要 宗旨 实实在在讲 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经教的 一切经教的 智规 智规 跟刚宗意思一样 那么换一句话说 受持 这一句阿弥陀佛 真正 发心 做佛 发心 度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脱离苦海 离苦得乐 你有这个心 你就会有这个行为 怎么帮助呢 要把这些发门 这个经典 详详细细 清清楚楚的 告诉他 他才能够 利究竟苦 得究竟乐 所以 世出世间 大慎大行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是用教学的方法了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也是认真学习 才可以做得到 自己不认真学习 你就没有办法 帮助别人 帮助一个全家 帮助我们全社会 帮助全世界 都是这一个道理 所以 一定认真努力 做出好样子 给大家看 大家就相信了 阿 你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Wei 我 我 阿